田徑雅琴賽第四天 台灣最速男楊俊翰在男子200公尺的項目中登場 早上預賽輕鬆過關後 晚間的準決賽也以20秒71的分組第二成績 晉級明天決賽 對這一次一口氣爆名100、200跟400接力這三個項目 體能上撐不撐得住呢 男主角表示別擔心 我覺得在體能這個部分 其實我並沒有這麼的擔心 只是說在這次的調整狀況上 其實之前在訓練上有點負擔 所以說這次的狀態 不太說是晉級最好的一次 但是已經來到比賽場地 那我就是用現有的狀況跟能力 盡量去跑出最大的成績 能者多勞是不是這樣用的我不確定 但確定的是台灣最速男肯定是經驗老到 該怎麼調整他最清楚 倒是兩位學弟四百跨籃的彭蜜陽 和跳高的副兆拳 都是第一次參加亞警賽 分別拿下第七名和第六名 但賽後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樣 有有就是被現場震撼到了 因為那個韓國選手就是哇 那個一個起跳就是有風 然後就是也看到他在比賽怎麼調整自己的 然後就是積取心宴 我並不會覺得他們跑的秒數是震撼教育 因為我覺得我就是差那個臨門一腳 我就可以突破自己的最佳 但是不知道到底是自己哪個環節出問題 我覺得回去還是真的要好好思考一下 因為並不能說你看國內跑這麼好 或是國外一些挑戰賽也有跑出成績來 可是一些正規比賽 該跑出來的時候卻沒有跑出來 同一個亞警賽舞台 中華隊有人是來調整狀態的 有人是來見見市面的 也有人要來證明自己的 不管是什麼心態 披上國家隊戰袍為國出征 肯定都是拚盡全力 不管結果如何都值得被鼓勵 我來體育台 泰國曼谷採訪報導